今天我们来聊美国政府对华芯片出口的最新限制 以及这对中国AI发展的影响和机遇 你们可能都听说了 美国政府要求芯片设计公司英伟达停止 向中国出口用于人工智能工作的两种顶级计算芯片 即A100和H100 这两种芯片都是英伟达最新推出的面向AI应用的高端GPU产品 性能强悍 功能齐全 可以说是目前市场上最先进 最适合AI应用的GPU产品 看英伟达在消息公布后的股价走势 你们可能会想 美国政府这是在干嘛 难道不怕英伟达自己受挫 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其实 这是美国对华芯片出口管制的最新升级 旨在阻止中国获取用于军事用途或先进技术的尖端芯片 美国政府认为 中国正在利用AI技术发展军事力量 和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 因此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限制中国获取AI芯片 来遏制中国的AI发展 那么 这一限制对中国的AI发展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 首先 我们要了解一下英伟达的A100和H100芯片到底有多强悍 A100芯片是基于安培架构的第一款GPU 于2020年5月发布 相比于英伟达前一代的Bootage Pool A100的性能提升了20倍 非常适合于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 科学计算和云图形工作负载 该芯片由540亿个晶体管组成 打包了第三代Tensor内核 并具有针对稀疏矩阵运算的加速功能 对于AI推理和训练来说 特别有用 此外 每个GPU可以划分为多个实例 执行不同的推理任务 采用NVID-INVLNK互联技术 可以将多个A100GPU用于更大的AI推理工作负载 H100芯片是基于霍普架构的第一款GPU 于2021年4月发布 H100是一款针对大模型专门优化过的芯片 使用台积电5纳米定制版本制成打造 单块芯片包含800亿晶体管 同时也是全球首款PCIe 5和HBM3显卡 一块H100的Io带宽就是40TB每秒 此外 H100还实现了业界首个基于GPU的机密计算 可以说 英伟达的A100和H100芯片 都是目前市场上最先进 最强悍 最适合AI应用的GPU产品 如果被禁止出口到中国 无疑会对中国的AI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比如 在某些领域或场景下 中国可能无法使用最先进的AI技术或算法 在某些竞争或合作中 中国可能无法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保持同步或领先 在某些项目或任务中 中国可能无法达到最优或最高效的结果或效果 但是 在另一方面 这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机遇 那就是 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加快自主研发AI芯片的步伐 提升自身的AI芯片产业的水平和竞争力 打造自己的AI芯片品牌和生态 事实上 中国在AI芯片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绩 比如 华为的升腾系列AI芯片 是基于达芬奇架构的AI处理器 具有高性能 低功耗 高级程度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云端 边缘和端侧的AI场景 比如 韩5G的MLU系列AI芯片 是基于神经网络处理器架构的AI加速器 具有高吞吐量 低延迟 高能效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云计算 数据中心和智能终端的AI场景 比如 地平线的蓄日系列AI芯片 是基于BPU架构的AI处理器 具有高性能 低功耗 高可扩展性等特点 广泛应用于智能驾驶 智能安防和智能零售等AI场景 当然 这些国产AI芯片与英伟达的A100和H100芯片 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希望或机会 相反 这正是中国加快发展AI芯片的动力和契机 只要中国坚持自主创新 加大投入 完善政策 培养人才 加强合作 就一定能够在AI芯片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进步 美国政府对华芯片出口的限制 虽然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挑战和困难 但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和契机 中国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加快自主研发AI芯片的步伐 提升自身的AI芯片产业的水平和竞争力 打造自己的AI芯片品牌和生态 这样 中国才能在未来的AI时代占据主动和优势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回到美国这边 美国这次升级出口管制 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对美国来说是和情合理的 第一 政客需要作秀 我们都知道 美国政客最在乎的就是选举 他们需要给自己的选民一个强硬对抗中国的姿态 华为在半导体领域的突破 让他们很尴尬 他们需要找一个替罪羊来转移注意力 AI芯片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因为它是未来科技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且中国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 美国政客就想通过封杀英伟达的AI芯片 来显示自己的决心和能力 给自己加分 第二 对英伟达等芯片公司的实质业绩不会影响 一方面是当前AI仍然很热 全球的需求很大 英伟达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认为新规短期对他们财务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另外 英伟达一定也会有后手 投行Piper Sandler认为英伟达很快会推出新的绕过监管的芯片 不会影响业绩 第三 对华尔街资本实质上是利好 这次封了币刃和摩尔两家做GPU的替代公司 供应商都被掐断了 意味着他们海外流片不能做了 对他们短期是利空 美国的想法就是减缓GPU中国替代的速度 小院高强 能领先多久就能高价卖多久 第四 是不是谈判中拿筹码 可能是 但我更倾向于认为就是小院高强的一部分 即美国想不到华为突破如此之快 能保持领先的技术不多了 仍然符合不脱钩的逻辑 因为消费类的芯片都会排除在禁令之外 用雷蒙多的原话是即使是更新了规则 中国仍然会进口几百亿的美国芯片 这个规则不是为了伤害美国公司 第五 对国内公司的影响 一方面国内很多公司之前已经囤了很多英伟达芯片了 另外一方面这种东西真想要 肯定都能搞得到 无非是价格而已 你愿意出价 自然有人给你倒买倒卖 形同虚设 我就认识深圳倒卖的 前几天他们还来北京 找字节跳动类似的客户拜访 对必认和摩尔具体公司短期肯定利空 但对国内整体的半导体国产替代长期还是利好的 因为大家会拿出华为突破的精神来 在AI芯片也真正完成国产全替代 对光刻机板块也很利好 芯片制造的规模扩产 还是脱离不了国产光刻机的突破 这次美国对AI芯片的出口管制新规 并没有向某些议员提议的彻底封杀中心 只是当前的这种貌似严格 实际漏洞百出 照顾了英伟达和华尔街双重利益的 只能说美国政客担惊节律兼顾小院高墙和不脱购 据外媒报道 封禁之前专门知会了中方 这个新规是沙利文 耶伦 雷蒙多联合出的 颇有不得已的感觉 谁也不想单独承担搞坏中美关系的责任 而佩洛西在新规出台前 清仓了所持有的25000股英伟达股票 不愧为国会山股神 最后我们来看美国的另一家芯片巨头 高通 高通公司最近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那就是大裁员 是的 你没有听错 高通公司计划在加州裁掉大约1258名员工 涉及的岗位包括工程师 法务和人力资源等 这一轮裁员将于今年12月中旬正式启动 这是高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 目的是为了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和业绩的下滑 那么高通公司为什么要裁员呢 它的业绩到底有多差呢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数据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高通公司的股价 受裁员消息影响 当地时间10月17日 高通总市值缩水至1200亿美元 相较于2022年年初 股价累计跌幅达41.5% 总市值累计缩水达860亿美元 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高通公司的股价曲线就像一条下坡路 一路走低 其次我们来看看高通公司的营收和利润 高通公司警告称 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消费者在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上的支出持续疲软 预计第四季度销售额低于市场预期 并表示可能会进一步裁员 高通公司上一次公布的全球员工总数为5.1万人 2023年以来 高通的收入利润已连续两个季度遭遇下滑 据高通发布的2023财年第三财季财报显示 在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 高通的营收为84.42亿美元 同比下降23% 净利润为21.05亿美元 同比下降37% 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高通公司的营收和利润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 那么导致高通公司业绩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家总是值超1200亿美元的芯片巨头 在经历减库存降价之痛后 不得不通过裁员缩减人力成本 智能手机芯片业务是高通的第一支柱业务 对收入贡献占比超过50% 今年4月至6月期间 手机端的收入下滑21.6% 给高通业绩带来了不小冲击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低迷 是拖累高通业绩的主要因素之一 市场调研机构IDC发布的最新报告下调 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预期 预估2023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1.5亿部 同比下降4.7% 创下10年来新低 低于此前预测的3.2%降幅 你们可以看到这张图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增长已经放缓 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 2023年以来 高通已经在全球多个办公地点进行了裁员 今年6月 美国圣地亚哥总部所减约415名人力 另外 有市场消息指出 高通位于台湾的分部将在10月裁员200人左右 主要涉及产品工程 测试及验证等领域的人员 约占高通台湾总人数的11.8% 除了裁员之外 高通台湾还计划实施无年度调新 分红打7折的节约成本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 高通在中国市场也突然传出了撤退信号 近日 一则关于高通在上海将进行大面积裁员的消息 引发关注与热议 有知情人士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 高通上海分部启动研发港裁员 设计WiFi等多个业务 据媒体报道 本次裁员主要集中于无线业务研发部门 补偿标准为普通员工案加4 无固定期限的资深员工案加7 且没有三倍封顶限制 对此高通官方回应称 市场所传的大规模裁员 关闭办公室和撤离上海等说法夸大其词 虽然公司确实计划进行裁员 但具体规模和影响范围并没有市场传言那么大 此外高通表示 将继续在上海维持一定的业务规模 并继续与当地合作伙伴和客户保持紧密合作 对高通而言 中国是最重要的市场 没有之一 高通公司在中国拥有庞大的业务规模和合作伙伴关系 据其财报显示 高通2022财年在中国市场的营收达281亿美元 占总营收的64% 小米OPPO 华为 Vivo 荣耀等中国手机厂商 以及大部分新能源汽车厂商 都是高通的客户 然而 当前的情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今年8月底 华为突然扔出一颗重磅炸弹 华为Mate60 Pro不开发布会 不提前预热宣传 直接开售 6999元 而且号称麒麟加5G回归 近日 天风证券分析师郭明基 分享了对华为自研麒麟处理器的分析报告 其认为 高通公司受到的冲击最大 根据郭明基的分析 华为计划自2024年起 在其新款手机中 全面采用自家设计的新麒麟处理器 这将导致高通失去华为的订单 而且 由于华为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提升 其他中国品牌客户 也可能减少对高通芯片的采购 这将对高通的供货量造成巨大压力 郭明基预计 高通在2024年后 对中国手机品牌的SAC出货量逐年减少 高通因华为采用新的麒麟处理器 而较2023年 至少减少5000万6000万颗出货量 郭明基称 最新的调查显示 高通为了维持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 最快可能会在2023年第四季度开始价格战 这可能进一步冲击其利润 与此同时 苹果计划推出自研的5G基带芯片 这也将对市场格局产生巨大影响 半导体行业充满变数 高通必须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寻找新的增长机会和竞争优势 目前 全球智能手机阵营中 苹果一直是使用的自家芯片 华为大概率在产能提升后 也将弃用高通 三星则是高通和自研芯片混用 但坏消息是 传言新发布的三星Exanos 2400 在三星手机的比重将高于预期 这意味着高通未来的日子只会越来越难 那么高通公司还有没有希望呢 它还能不能扭转局面呢 它还有没有什么亮点和优势呢 我们下期视频再聊